这带俄罗斯的媳妇在东北过慢生活吃烤包米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事情是这么回事 一晃我带着俄罗斯小女子回国已经有段时间了 虽然每天干活都很辛苦 但那也是乐在其中 一是可以体验生活 二是也可以帮父母分担很多劳动 我妈那也是天天笑的合不容嘴 一直都夸她这个儿媳妇就是个贴心小棉袄 什么事都帮妈妈忙活 前两天收完了土豆和玉米 今天就再给大家展示两个地道的东北美食 估计只有在东北才能体验到 第一个就是土豆干 这东西可以说对于每个东北孩子 那都是从小吃到大的 尤其是小时候家里都不富裕 冬天蔬菜又很贵 土豆片就成了除酸菜以外 每家都会准备的食材 看似简单的食材 把它和小劲一顿 再加上点粉条 那都能给人香猫泡了 这就天哪点都是活啊 我妈这又整那个土豆了 小土豆的到时候切片去 晾了一个土豆干 土豆已经糊好了 我得晾凉了然后再能擦土豆片 是不是 今天黑夜罢了 然后明天早上 你看这个 在这吃一个老面的 我故事 老面了 这看看 然后一会儿把那个土豆皮拔了 然后凉了之后 明天上那个架子 然后把这个就是打成土豆片而已 土豆点凉了 反正它就不好拔了 要不一拔一张一张 好 没事了吗 OK 今天没了 但Misha ничего не делал 我们都做了 但他只是在座椅上 休息了 昨天八天 土豆皮拔了 今天要切片 两个 两个 吃起司 买哪来的手片 对 吃起司 什么 这个可以 太小了 天国不能在黑手里 就这么说 去这个 这个好吃 倒给我 吃这个好吃 这晒好了土豆片 我们就来到了奶奶家 紧接着就给大家介绍第二道美食 烤包米 这时候就会有人说 烤包米水没吃过 你这有啥特别的 这特别之处就是采用的老办法 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我奶用灶坑烤的 火大火小全靠经验 烤熟烤糊都有可能 可这感觉完完全全 还是童年的感觉 相信东北的孩子都有体验 擦不擦不就给人家了 它不会错 它是啃 又整一根 又整一根 火太棒了 这慢火烤 草木会 不满它 不满它 我们在美国煮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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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 在俄罗斯上烧土豆 咱们也不是烧土豆吗 给我吧 你们 烧的确和一样 好长时间没吃过烤包米 看这个 有味着 你看看 好吃好吃 好吃 吃鱼最灰 这个是盛帮米烤的 刚才我吃那个是熟帮米烤的 撒 呢 弄大火多吧 弄大火多 那 弄米 你看 斯 您不能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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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兄弟们 今天东北的乡村生活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